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阿南问《士福吉凶经》讲记第37面 我们看经文 大字经文 阿南福伯佛也 人不自受杀者 不自受杀为无罪也 这是本经第二个单元 这部经实在上我们看起来就像是 释迦牟尼佛为大家解答疑问 在前面 答复阿南尊者所问的 修佛得的果报是富贵邪口还是衰好不邪口 世尊当年在世 修佛同修当中一定有这两种不同的果报 佛教传到今天 已经有两千多年了 这是外国人的说法 中国历史上集在三千多年了 这些我们无需要去讨论 在这么久的时间当中 佛法传得很广 学佛人所得的果报也是这两个极端 究竟是什么样的原因 为什么有人学佛得到利益 有人学佛得到凶宰 原因到底在哪里 上面这一个单元 佛给我们解答了 那么总的来说 依照佛教诲方法去做 你一定得的是利益 得的好处 违背了佛陀的教诲 你得的是凶宰 这个经文虽然不多 里面的道理 境界非常广泛 我们限于时间 只能跟诸位同学略数 上一次我们在新加坡 将这个经文讲过一遍 好像总共讲了八十多个小时 比这个地方讲得当然详细 过去所讲的 如果诸位要认真去研究 可以把从前所讲的都能听一听 每一次所讲的都不一样 所以这一次我们完全从重点来跟诸位做报告 这第二个单元是讲杀业责任 这是属于戒律 戒律范围也很广 佛在此地只提出一双丝 我们要能够举一反散 你才真正体会到佛陀 怎样教导我们 说到戒律 无论是大臣小臣 在家出家 第一条都是不杀身 佛为什么把这个定在第一条 我们要懂得 我们要懂得 我们要懂得在第一条 画一句话说 杀身是一切物业当中最重的物业 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 懂不懂这个道理呢 人大概是不太容易杀了 你不会去杀人 蚂蚁你杀不杀它 蚊虫来咬你的手 你杀不杀它 它也是一条命 它也贪生怕死 蚊虫来咬你来盯你 你要想想 他梦了 到这个地方来想讨一顿饭吃 你要慈悲 那学佛吗 牧师供养 欢欢喜喜的 供养他一顿 你不欢喜 赶走就好了 你后面杀他 他不犯死罪 就正如同我们在这个社会上谋生 逃生活一样 不是死罪 不应该杀害他 真正佛弟子应当布施供养 你看看 六度头一个将布施 你都不肯布施 你那么要令死 不但令死 你还要杀害 这个罪造得太重了 这些事情 在现在社会里面太普遍了 还要用杀虫剂来杀他们 深怕他们没有死尽 你杀他 他有仇恨 他将来会报仇 他报仇也要把你一家人杀尽 你就想象这桩事情 云云相报 太可怕了 太凄惨了 太可悲了 为什么要这样做法 这些小动物 都有灵性 这个灵性 在佛法里面讲 就是佛性 既有佛性 他将来决定做佛 蚊子来吃我们的血 我们应该做什么想 供佛 你能做如释下 你是行菩萨道 你是真菩萨了 他有灵性 就可以跟他沟通 前面我跟诸位说过 草木都有灵性 都可以沟通 动物的灵性 比植物的灵性高 我们可以生活在一起 可以和母相处 可以互足合作 他不会来干扰我们的生活 我们提供他生活所需 这些话 没有人跟你讲 你没做过事业 你今天听到了 明白了 你在家里可做一个事业 你家里蚂蚁听你的话 你家里苍蝇蚊子 蟑螂听你的话 我们和母相处 我们和母相处多好呢 一家人 同住在这个环境里头 我们能够跟这些小动物和母相处 我们就能够跟人群和母相处 不同的各种族 不同的种族 不同的宗教 不同的文化 也是一家人 这么一来 人为的灾难没有了 天灾人祸 人祸就没有了 人为的灾难最严重的 现在我们大家都知道 核无战争 这最严重的 为什么会有这些灾难呢 人为的 人与人之间不知道相近相爱 不知道互相尊重 而造成了敌对 造成仇恨 这很大的不行 不应该的 所以遇到这些灾难 我们要深深反省 如佛所教 你要找他的根源 这个灾难的根源在哪里 找到根源 把这个根源消除 这个根源就是 我们自己失去慈悲心 丧失了爱心 不知道爱人 不知道爱护 不知道爱护一切众生 迷惑颠倒 胡作妄为 随随便便杀害众生 累积下来的杀业 佛在经上 有一句名言告诉我们 若要 这个世间 永远没有刀柄 就是永远没战争 佛讲了 除非众生不是肉 只要一切众生 不再吃众生的肉 这个世间上永远没有战争 那么换一句话说 战争的残酷 灾难是很痛苦的 从哪里来的 吃众生肉 杀害众生 你杀众生 众生一定会报复 就这么来的 佛在此地 谈到戒律 举这一个例子 粗学佛 不能不知道 不能不在这上下功夫 要懂得道理 了解厉害 知道这个因果的厉害 一定要遵守 阿南问得好 人不自守啥 没有亲自动手去杀神 不亲自动手杀神 有没有罪呢 这个问得好 现在富贵的人家 天天杀神 不但吃肉 喜欢吃活的 他自己要不要杀 他不要杀 他底下用人很多 吩咐他厨房厨师去杀 这个杀神的责任 谁负 我们看看下面佛 给我们的解答 在第三十八面 佛也阿南 教人杀神 终于自杀也 这一句话 就把杀神的这个罪判定了 下面再解释 何一顾 何是奴被约晓下人 这都是你吩咐的 你一下命令 叫他们去杀的 他们是执行的 这些人没有智慧 不晓得这些道理 不知罪服 你一下命令叫他杀 他就杀 他还欢欢喜喜 高高兴些杀 杀来伺候你 责任是你父啊 你是主犯啊 那些人是从犯啊 他也有罪 他的罪亲 你的罪重 这是讲 平常你家庭里面 若是 下面的 或为宪官所见 出兵 这是什么呢 这个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刑警 他神不有主 现在不是宪官 法官 法官把这个囚犯判了死刑 这刑警就执行 在从前讲上 筷子手 执行 死刑犯的 这些人 他是为宪官所见 出兵 他不能 不求杀人 但是呢 不处不自处义 他不是他自己意思 他是接受命令 虽获其罪 肆意不同 轻重有差 那么 最重的是谁呢 是那个判定的 那下达命令的人 他的最重啊 执行的人啊 他有故 他没有罪 他轻啊 他是奉命心思 这个里面的道理 实在讲 现在懂得的人 真的不同 也许 你们在此地 但是在台湾呢 还不太容易 觉察到 我们在新加坡 新加坡的回教徒 多 比台湾多的太多了 回教徒 吃肉 他们吃牛羊肉 如果他不是 他们阿宏 杀的这个牛羊 他们决定不能吃 一般管自己面 回教徒不感情趣 他知道 这个杀身吃肉 有罪过我 阿宏 他们叫阿宏 就是等于 我们佛教里面 叫法师 要阿宏了杀 阿宏 给这个 被杀的这个畜生 先给他送金念咒 也是给他谈条件 希望他把这个身体 奉献出来供养大众 这里足愿愿他升天 他有一套仪式 而且在杀的时候 决定是一刀毙命 减少他的痛苦 这是慈悲 换一句话 尽量减少他痛苦 我们一般杀身 没有想到这一层 慈悲心 爱心都没有 那么当然他也是有罪 那杀身总是有罪 但是肆意不同 你看回教他们杀身 跟我们一般普通杀身 肆意不同 亲中有差 我们一般人杀身的时候 罪一定比这个 回教阿宏 这个杀身 罪要重 这个力度 有很深的道理 你要不细心去体会 你怎么会懂呢 实在我们不能体会 多多佛经 佛在经里面 这些事情说得很详细 说得很多 那么这个讲记里面 也说得相当清楚了 诸位同修自己去看 我们就不再多说了 再看下面这一段 这是讲亲中 四一有差 差在什么地方 叫人杀者 知耳故犯 因怀欲卧 去守害身 无有慈心 欺望三尊 赋予自然神 上身无命 其罪莫大 佛说的这些话 实实在在 对我们自己讲的 这个里面大义 有三点 我们这讲义里头 说出来了 第一个是 救人杀身 你下达命令 忠于你 自守杀身 你是主犯 第二个呢 无知是唯一 官服 逼迫的 这个亲 第三种 明知故犯者 最终 我们看这个经文 教人杀身 你是下达命令 知耳故犯 尤其是 发动战争的 所以 明离的人 绝对不会发动战争 你要晓得 你一发动一个战争 你杀多少人 你害多少人 为你那一个念头 学起生命财产 你能不负责任吗 你能够不受报应吗 没有这个事情的 英国报应 丝毫不爽 无人他敢 他不知道这些道理 他不相信英国报应 他敢作 有智慧的人 聪明的人 决定不敢 不敢杀害众生 你令众生 生烦恼 都会避免 为什么呢 修善积德了 就是从这做的 修善积德 我们的前途 才真正的一片光明 坐卧的人 前途是一片黑暗 死了之后 没有不得到的 我们一定要记住 人生很断促 我到台湾来的时候 我们在大陆上的同学 有一百多人 现在呢 大概只剩下三十几个人 都要办了 都走了 都不在了 每一次同学们聚会 都杀几个人 过几年渐渐的 就轮到自己了 这是事实 不能够回避的 从这个地方 警觉到生命很短 忽必造罪业 忽必给人过不去 自己牺牲一点 奉献一点 吃亏一点 忍让一点 肯定有好处 你能这样做 你的心安 你烦恼亲 智慧长 厚福 无穷 如果你长寿 晚年的佛报 来生福报 比这一生肯定殊胜 为什么不修 只贪图眼前 转眼之间 三个道具 那个亏 真的吃大了 我们要想自己真正得福 在这一生当中 过得幸福美满 你不学佛 你决定做不到 幸福美满 从哪里来的 从高度智慧来的 高度的智慧 是在佛法里面带来的 佛法教我们修 有戒定慧 你再晓得 高度智慧 从哪 从定中来的 定 就是我们静宗讲的 亲近心 心不亲近 没有智慧 只有烦恼 亲近心从哪里来的 延迟戒律 此地讲的 无解释善 不杀身 不偷盗 不邪淫 不妄语 不念舌 不悟口 不启雨 不贪 不惩 不吃 你的心才得到平静 平静的心 神智慧 你才能过幸福美满的生活 谁去界定 求智慧 没有这个道理 那个所求的 佛经里面讲的 是智便从 不是真智慧 真智慧 决定不能够离开 界定 这个道理 四十一定要记住 明知故犯 应怀欲无 于是愚痴 对于 离四 因果都不明了 这是愚 我则是造作 我也 你下达命令 交别人杀 也等于是你自己亲自杀生 没两样 无有慈心 你要有慈悲心 你不会伤害众生的心灵 你爱自己 你也会爱众生 你爱你的儿女 你也会爱别人儿女 发动一个战争 争到多少年轻人去打仗 你自己的儿生为什么不去 一个战予当中 你自己的亲人死了 阵亡了 你难不难过 你得想想 所有阵亡的这些人 他都有亲人啊 谁家不难过啊 有慈悲心 想到这一桩事情的 怎么可以打仗 战争决定是两方面的 一方面不打 那一方面就打不成了 怎么打起来呢 战争相报 没完没了啊 今天我们生存的这个社会 就遇到这么一个严重问题 战争相报 没完没了 我们要如何度过这个灾难 这个经就帮助我们了 断我修现 极功累等 你就能度过 供业当中 又不供业 所以要培养慈悲心 真诚心 清净心 平等一心 平等一心 救的心 慈悲心是没有条件的爱心 这个灾难可以度过 没有慈悲心 在七王三尊 七王三尊是对 佛弟子说的 你已经 发心 归一三宝了 甚至于 你已经发心 出家了 你还敢杀身 偷盗 这些事情 你七王三尊 是三宝啊 三规无界十善 你全犯了 你七王三尊 这个罪就重了 欺骗佛菩萨 古报在地狱 赋予自然神 这个自然神 用现在的话来说 良心 你对不起 你自己的良心 落叶造多了 日夜精神恍惚 他不安 晚上睡觉 都做过梦 为什么呢 那些云亲债主 来要命 来讨债 他晚上睡不好觉 所以杀身多的人 日夜都要人守护 为什么呢 他害怕 恐怖 他不是不怕了 他自己也知道杀身不好 有许多军人 将军 国间国间 到年老的时候 遇到我的时候 常常感觉 从前打仗杀人太多 罪业深重 欧共发生怎么办 他到晚年 自己快要死了 才晓得 才觉悟了 后悔了 我们劝他念佛 送他一场念著 我遇到不上过 年轻的时候 愚痴无知 不知道厉害 到晚年年岁大了 逐渐觉悟到了 干了大错事情 上身无命 其罪莫大 做出这种 伤天害理之事 即使众生造作 急中的罪业 应不应该杀他 在佛法里头 绝对没有 处死 这条刑罚 这条戒律 没有啊 查遍佛教戒律 造急中罪业的人 佛不会杀他 他自己会有因果报应 那是没法子了 佛救不了他 佛菩萨慈悲 佛家是教育 教育的宗旨 是要把卧人 改造成善人 把坏人 改造成好人 你的教育成功了 在经典里面 我们在观无量寿经 看到二十十网 杀父亲 害母亲 跟提婆大多勾结 破坏僧团 处福身虚 无逆坐 无逆食卧 他干净了 提婆大多 这经上记载 活生生的 多别地 而二十一世 灵命中是忏悔 真心忏悔 知道一生做的都是措施 佛还是慈悲他 劝他念佛 求神 净土 他真听话了 他往生了 佛没有说 你造的这么大的罪业 你应该要判死刑 没有啊 佛还是救他 还是把他送到极乐世界 他往生极乐世界 什么品位呢 出乎我们意料之外 上品众生 我读这个经文 我也含毛之数啊 在我想象当中 他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大概下品下神了 怎么可能到上品众生 于是我这才觉悟到 忏悔的功德不可思议 我们中国俗语常说 浪子回头经不患了 这个坏的小孩 真的回头 他是一等一的好人 二十年失望 真的回头了 这一回头就是好人 好人当中的好人 他往生才会是上品众生 这个黎明也透了一个讯息给我们 我们对于世间造作罪业的人 不可以侵蚀 你要侵蚀他 说不定他在临终忏悔 求往生 到极乐世界 平位超过我们很多 我们比不上他 不可以侵蚀造罪业的众生 我们真正晓得这个事实真相 普贤舍愿才会落实 离尽祝福 对于造作罪业的众生 我还是恭恭敬敬礼尽 决定不可以有一点轻慢性 为什么呢 不知道他将来临终 会不会忏悔 往生做佛 比我早 在我之前称佛 往生的平位高过我 非常困难 我们不能瞧不起人 不能小看造罪业的人 不可以 再看下面这段经文 在第四十一篇 面对相报 事事受恙 无有断绝 现世不安 速逢 灾雄 这一段就是给我们讲的 云云云相报 说老实话 你就是杀身害命 你将来堕地狱 便出生还债受除 都不怕 怕的是什么 怕的是报复 这个报复 借下深仇大恨 永远解不开 这个事情可麻烦 云云家对头 彼此互相报复 这还得了吗 这要报复 这事情没完没了 事事 你都要受 这种残酷的灾 不是一生一世 不是一次能解决问题 我在前面曾经给你举过 跟大家举个例子 古时候 这个方孝儒的故事 大家都知道 你看那个古报多惨 在满清的时候 慈禧太后把满清灭掉了 什么原因 报仇啊 易和娜娜这一族 在清朝初期 被清朝灭掉了 把他这个族灭掉了 这个族的酋长 对天发誓 我族里头剩下一个女子 我也要报仇 也要把满清灭掉 慈禧太后 就是娜娜是 她这个族里面的一个女子 讲的话一点都没错 混净公平 把你这个国家灭掉 报仇来的 运对相报啊 你有佛报 你的势力很甚的时候 他对你无可耐火 他在那里等待机会 他忍受住 等你的佛报响尽了 你运衰了 他就来了 我们不可能 永远保持旺盛了 不可能啊 一定 盛由盛就必有衰啊 一定要想到自己衰败的个时候 怎么办 如果在自己非常强盛的时候 我们肯懂得这个道理 帮助这些弱小 怜悯 一些苦难的人 到自己衰了之后 许许多多人来帮助你啊 换一句话说 你能保持着永远不衰 天天急功累得 天天修善 自己强盛的时候 任意欺负别人 这个是最傻的人 最笨的人 最愚痴的人 到你自己衰的时候 冤情摘住都出现了 你很快 在这个世间就消失了 你被别人毁灭的时候 你不会甘心啊 你还有仇恨啊 来生再报复 互相报复 生生世世 没完没了 你说这个都苦 人每一次的报复 都会升级 越来越残酷 世世受恙 无由断绝 现世不安 你的冤家仇人多 你这一生纵然富贵 你的精神不干 为什么呢 时时刻刻提防别人报复 这种精神的负担多重 这种生活过得多痛苦 这不是由智慧人干的 速封在凶 速射多不是一次 常常会遇到灾难 会遇到凶险 什么原因呢 就是你的冤情在主 日夜在周围找机会 等待机缘的时候来报复你 地藏菩萨本愿经理讲得很清楚 这个事情不能不信 人在临终的时候 头脑还相当清闲 他会告诉家人 哪个人在门口 哪个人在哪边 所讲的全是死去的人 他在这个时候都见到了 是不是真的是他家里亲人 不是 地藏经上讲得很清楚 是他的冤情债苦 并现他家亲的模样 来诱惑他 带他走 带去了之后 就报仇了 就整他了 这是地藏菩萨本愿经上 告诉我们的 这个事情太普遍了 在医院里面 工作的人你跟他讲他都相信 荣民医院诡计很多 每个病房都有鬼 无常大鬼 很多护士医生都见过 我们讲到鬼神 他们深信不疑 一点怀疑都没有 见过吗 常常常见到吗 过去荣总 那个住院部的主任 跟我是同班同学 胡守金 这个前年过世 他的父亲是胡一贯 在台湾也是很有名的人 他告诉我 常常见到 他们有经验 如果这个病房 出现无常大鬼 看到过 他说那个病人不出三天 就死了 这个病人住院的 还能够出院 这个病房里头 看不到这些鬼神 所以他们很清楚 他们相信 愿运亲带着 真有啊 平常不可以 甚其凌人 不可以欺负人 不可以高自私压人 到你临命宗时 你的麻烦就来了 到你运衰的时候 这个愿运人就找上头来了 所以自己 有势力的时候 而旺盛的时候 多多帮助苦难人 自己对于苦难的人 要谦卑 要尊敬别人 这个才叫积德 这个才叫修善 你才能保持住你的 兴旺 你的家才不会 衰败 你永远得到 许许多多人的帮助 鸡胸 不是上天安排的 是我们自作自首 下面这段经文在四十二面 这是讲古报 前面讲的我们讲花报 现在下面这一段是讲你死后的报应 这前面一句就是一个段落 一个小段 这个点应当是个据点 死了 死了以后 决定躲地狱 地狱罪受满了之后 地狱里出那种痛苦的状况 大家念地狱罪 地狱罪本愿经就知道 地狱罪本愿经里面 所说地狱之苦 跟诸位说 万分之一二 真正的苦说不出来 在从前 从前的人不得敢造罪业 什么原因呢 中国自古以来 维系文化的道统 靠三样东西 这个我在讲经的时候都讲过 第一个是祠堂 纪念祖宗的 团结族群的 提倡孝道 维系中国这个民族的命门 这是中国文化的根本 第二个是私道 孔庙 祠堂是比较孝道 孔庙是比较私道 还有一个 城隍庙 城隍庙里面一定有阎王殿 阎王殿有十个 十殿阎王 阎王殿里面 在从前是用泥塑 多半是泥塑的 把地藏菩萨本愿经里头讲的地狱变相图 统统做出来 不是画了 做出来 摆在这个大殿里面 这样就去看 造什么样的罪业 受什么样的果报 人进到那个地方 寒毛之树 那个阎王殿阴生生的 看了之后 触目惊心 一辈子都不会忘记 所以 待人接物 他的心会收敛 现在呢 吃他没有了 孔庙是有形 形状在 实质没有了 城隍庙也没有了 没有人在教你了 因此 警觉心完全丧失掉了 大胆 大胆 妄为 无我 不足 这还得了吗 所以 人家说 世界末日 我们不会听信 谣传 我们要观察 因果 看看 现在这个世界上 造的是什么样的因 我们就知道 他一定要得什么样的果报 他造的是善因 这个世界一定是和平 安定 繁荣 希望 大家造的这个业不善 这个世界决定动乱 有大灾大病 这肯定的吗 如果造作我业没有我报 那因果定律 不被推翻了吗 那我们就不需要相信 仔细观察 事出世界 就是因果轮回 所以常常想到死入地狱 想到地狱苦 不甘造罪业了 时间到了 感谢观看